我33岁了,还是厨子之身 因为我有一个怪毛病 一旦情动,就全身冒汗 汗液其臭无比,超越人类生理极限 为了拥有完整的人生体验 我在知乎发布求助信息 诚意寻找一位嗅觉失灵的男士 一,我叫沈飞 33岁,还是个厨女 并非我过于洁身自好或相貌丑陋 而是因为我有一个怪毛病 一旦情动,就全身冒冷汗 汗液其臭无比,闻起来像嗷烂的老鼠 用我初恋男友的话说,就是 臭到汗毛竖起,辣鼻子 但是,只要没有那方面的想法 普通的运动出汗或阴天热出汗 就没有味道 我是过男人,也是过女人,都不行 除了异样的汗臭之外 我是个美丽,且生理正常的女人 也渴望体验一场真正酣畅淋漓的战斗 所以,我鼓起勇气发布这条想法 希望寻找一位有嗅觉障碍的男士 我愿意支付10万元,与您共度良宵 如果你满足以下条件,请私信联系我 一,嗅觉障碍,完全闻不到任何气味 为了避免浪费彼此的时间和生命 请不要为了赚钱,假装闻不到 因为那种臭气已经超越了人类的生理极限 绝对不是假装就可以忍耐的 二,年龄在35岁以下 身体强壮,有特长,有耐心,有耐力 请不要过于自信,夸大能力 否则两军交战时,实力悬殊 会影响战斗体验 私信时请注明具体数据 包括尺码,战绩等 三,道德感低,思想开放 对于非常理的事物接受度高 毕竟我们做的事有点违背世俗道德 而我本身的影集也有些超乎常理 我不希望交战对象畏手畏脚 束缚我们的官能体验 四,拥有基本的正义感和怜悯心 和第三条不矛盾 只是希望你以人类最低限度的正义感和怜悯心 同情我的处境 不要有任何嫌恶或令我不适的言行 五,在满足以上四个条件的基础上 如果你英俊帅气,身材匀称 风趣幽默,生陷性感,技术精湛 令我获得美好的战斗体验 我愿意额外支付十万元作为奖励 二,在知乎发布了这条想法之后 我的私信很快就九九家 有谩骂的,有调侃的 有安慰的,有言语委屑的 有推荐医生的,也有诚意应征的 我在这些网友中层层筛选 最终选定一位叫屯鼠好漂亮的人 他31岁,身体各项参数都十分诱人 态度也最诚恳 甚至主动发了自荐视频 长相呢,谈不上英俊 属于淡言戏氛围感帅哥 他笑起来时尤其好看 肥肠螺丝粉火锅见面 他一身休闲装,背着个桶状的胯包 时尚但不张扬,给人一种很亲切 很舒服的感觉,我很满意 他说,我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我问,哪不一样 他说,他从小就是瞎鼻子,什么都闻不到 但他却能看见味道 有些人,长相不错,也精心打扮 但不知怎地 就是在视觉上,给人一种臭臭的感觉 他以为我也是那种人 毕竟我是因为臭材发之乎求助的 可他第一眼见我,就觉得眼前一亮 明明什么都闻不到 却感觉到一种清新,干净,自然的味道 这话说得我心花怒放 我自知有缺陷 平时在个人卫生方面十分讲究 甚至到了洁癖的地步 大概是因为这样,才会给人清爽的感觉 豚鼠,为了方便称呼 就简称它为豚鼠吧 豚鼠吃饭时的样子也十分好看 而且很会照顾人 我们点了一份臭宝聚会双人餐 铜锅红汤,加辣加臭 他把宽切肥肠,虎皮猪脚,酥炸鱼头 带皮鸭掌,炸蛋,锅烧 咕嘟咕嘟筒筒筒煮进去 小火慢慢微整 蒸腾的热气中有一种腐烂的鲜美 他夹起一块吸满汤汁的虎皮猪脚 用勺子剔出骨头 只留下软烂多汁的猪皮放进我的餐叠里 明明是浓脂重油的食物 却被他处理得利利落落,滴水不漏 饭后,他很自然地牵住我的手 指尖轻轻勾动着我的掌心 问,接下来,我们去哪 我心轻神池,我家 散 业主自制,连门位都没有 因为这个小区根本没有门 就是城乡交接处的路边上 三栋孤零零的板楼 我租下最边上一个单元的四、五、六楼 在四层楼梯口加装了防盗门 如此一来,这三层的空间 就是我的独立王国 眼见路越走越偏 屯鼠有些担心地问,快到了吗 快了,快了 我住的小区比较老旧 主要是想把钱花在装修上 你要是介意的话,我现在就送你回城 我们改天换个地方再约 那倒不必 放心吧,外边看着破,里面可好呢 我打开四层楼梯入户门 智能灯主意亮起 左右两户打通,将近400平的大平层 只做成两室一厅 中骨叉季风软妆,胡桃色石木家具 搭配亚麻材质的沙发和窗帘 有一种极简的优雅 臀鼠赞叹道,你的审美很不错呀 也有别人这么说过 我拉起他走到浴室 双手搭在他的肩头 拇指抹撒着扶过他的锁骨 先洗澡吧 咱俩都一身螺丝粉味 我说 反正我也闻不到他弯起眼睛 蜻蜓点水般稳了一下我的窿头 两人洗完澡,红酒也醒好了 微风吹起窗帘 窗外是一条破败的马路 路边的围剑店铺参差不齐 店铺之后的田野 被笼罩在深不见底的黑暗之中 我打开音响 吉他声悠然响起 舒缓的节奏里 带着难以言喻的爱意和前路未明的惆怅 很好听啊 屯鼠倒了两杯红酒 坐在落地窗前的沙发上 什么曲子 The Path 虚境通幽 倒也应景 不过这么晚了 音响开这么大声 会不会打扰到邻居 不会 我坐到他身边 昏黄的暖灯下 他的眼睛尤其透亮好看 我在装修的时候 特别加了隔音层 况且楼上都是我的 楼下住的是我同事 他不在家 所以 他略带暧昧的挑了挑眉 一会儿我们可以尽情做任何事 再大声也没关系 我害羞的低下头 端起酒杯 邀他供饮 一杯酒下肚 可以开始了吗 我紧张地点点头 身体却不又有些僵硬 或 或者我们可以先聊聊天 我是第一次 骑 骑时有点夜宫耗龙 没有的时候想要想个要命 可真要实战 又害怕得很 怕什么 我很会的 怕我自己 别怕别怕 我什么都闻不到的 在我心里 你就是最完美的 臀手揽住我 亲亲我的头发 别紧张 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很有耐心 我 我还是有点紧张 你愿意先听听我的故事吗 当然啊 其实我小时候 是个聋哑人 是这股臭味 治好了我 四 我妈怀我十 不到二十岁 而我爸 才十九 我是他们纵情之后 不小心留下的残悔 原本是要留掉的 但去医院做检查那天 他们遇到一个 能说会到的中年女人 女人说 只要我妈把孩子生下来 送给她养 就能获得一笔营养费 女孩八千 男孩一万二 在九十年代初 这可不是小数目 我妈答应了 谁知 这中年女人 并不是自己收养 她是人贩子 在运货途中 她被警察抓了 我被解救了 又回到了父母身边 我爸妈不但没捞着钱 还被派出所 和社区的人盯上了 为了防止他们 再把我卖了 社区还对我爸妈 找了份超市的工作 这可把我爸妈气坏了 他们最讨厌干活 在我一岁多时 他们终于找到机会 又联络上一个买家 可是 我刚被抱走一个礼拜 人家就退回来了 原来 那家人发现我没有听力 一检查才知道 我是先天性内尔基型 做手术的话 有百分之十的几率 恢复一部分听力 但却要花费二十多万 我爸妈妈妈咧咧的退了钱 他们是为了赚钱才生的我 结果就这么砸手里了 气得天天打我 我耳聋 哭声异常刺耳 他们就把我关进狗笼子里 用胶带封上嘴巴 想起来了 就给两口吃的 想不起来就不管 有时他们去网吧 熬几个通宵 就任凭我自生自灭 我一直在笼子里 长到五岁 除了父母之外 几乎没有接触过外人 我听不见 自然也不会说话 因为长期被关着 智力发育也严重受阻 出于求生的本能 我向我周围的一切 发出无声的哀求 我祈求路过的蟑螂 迷路的油盐 和在我溃烂的伤口上 繁衍后代的苍蝇 我祈求笼子上的铁锈 地上的灰尘 和偶尔落在龙边的阳光 我甚至祈求 静谧黑暗里的未知 救我 救我 救救我吧 终于 有一天晚上 一个声音回应了我 做笔交易吧 这个声音 直接钻入我的脑海 低沉 带着一丝高高在上的轻蔑 把你的身体 献给我的后代 我会帮你摆脱苦难 我一边拼命点头 一边在心里大喊着 好 我答应我答应我什么都答应 黑暗之中 有什么东西 拥抱了我 触感像一股凉凉的潮气 闻起来有点甜菜的味道 它吻了我的耳朵 和溃烂的伤口 吻了我的眼睛和额头 虽然是晚上 但我却觉得 世界一下子变得明亮起来 就像 有人在我的大脑里 点亮了一盏灯 那一晚 我听到父母房间里 传来持续不断的咀嚼声 这是我拥有了听力之后 听见的第一个声音 第二天 爸爸妈妈消失了 三天后 我被社区人员发现 送到了福利院 过了两年 我被一对中年夫妇收养 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2020年 我的养父母生了病 梅奥过去 先后离开了我 我继承了他们的遗产 搬到了现在的家 我隐隐觉得 我之所以会在动情时 散发出恶臭 是因为我与他定下了契约 我的身体属于他的后代 我一脸坦诚 其实我并不确定 幼年的记忆是否真实 或许他只是我的一个噩梦 但我觉得 你有权在做那件事之前 知道真相 豚鼠若有所思道 那你后来有去检查你的耳朵吗 嗯 我的耳朵是完全健康的 没有畸形 也没有动过手术的痕迹 豚鼠牵过我的手 放在他的掌心 低头吻了又吻 说道 我猜呀 你的耳朵本来就是健康的 你的第二个买家 只是后悔了 于是随便找了个理由退货 你父母呢 又懒得带你去复查 幼儿时期 我们本来就会把现实 梦境和想象混淆 什么怪物啊 契约啊 都只是你在绝境中的想象 你的父母 也没有被怪物吃掉 他们只是 只是逃跑了 说到这里 他紧紧抱住我 这个拥抱 不带有任何男女之情 只是一个大人 想用力抱住一个绝望的小孩 他真是个好人 我仰起头 柔声道 所以 你并不相信 恶魔契约之类的东西 对吧 他摇头 鼻尖凑近我的脸颊 轻轻蹭了蹭 就算有 今晚我们也要打破他 可我还是担心 现在你只需要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 我们要用哪种姿势交战 他把我裹进他的浴袍 雨点般的吻 轻轻落在我的眼皮上 闭上眼睛 享受我 来了来了 那种全身僵硬 冷汗直流的感觉 来了 黑暗之中 我的毛孔里 渗出剔透的汗珠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恶臭 可臀鼠浑然不觉 人忘情地搂着我 忙忙碌碌 别紧张 他眼神迷离 你真的 好美 好迷人 看到他眼中的炽热 我终于放下自卑 渐渐让自己放松下来 突然 楼上传来扑通一声 像是什么重物 落在地板上 臀鼠停下来 刚才 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家里还有别人 没有啊 他竖起耳朵 细细听了听 这时 门铃乍响 叮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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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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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门外的人疯狂拍打门铃 同事大喊着 开门 开门 快开门 该死 是潘露露 住在我楼下的同事 我只好走到门口 对着可是门铃 没好气到 有事明天再说 快开门 开门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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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我无奈 满脸歉意地对同属说 我这同事是个工作狂 最近我俩一起做项目 他这人不分白天黑夜 只要有灵感 就拽着我加班 你先到卧室等我 我去去就来 六 门外没有人 刚才只是我偷偷用 可是门铃的遥控器 调出上一次 潘露露敲门时的录像 在门口屏幕上播放而已 入户门的一侧 还有一道窄窄的暗门 暗门内有梯子 可以爬到五楼储物间 储物间的门 只能从内侧打开 里面放这些高尔夫球杆 棒球棍 和很多瓶瓶罐罐 我随手抽出一根电击棒 悄然打开储物间的门 五楼和四楼面积一样 只是被隔成无数小房间 房间之间互通 就像一个风潮状的迷宫 每个小房间 还暗设了有趣的机关 黑暗中 某个房间门灯 一明一暗地闪烁着 我慢悠悠地走过去 只见一个男人 被倒吊在屋顶 嘴里发出嘶嘶哈哈的声音 他的嗓子已经被毒哑了 但从口型看 大概是在骂我 我按住电击棒 戳向他的后颈 很快 他就没了声息 这男人又高又胖 拖起来实在费劲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他拖到五楼 和六楼之间的传送带上 他被运到六楼 重新被扔回水楼 六楼是我的工作间 布局倒也简单 一个由宠物水化仓 改造成的水坟机 身高一米八以内 全一拳都能塞进去 高压减水主化有机部分 物理搓灰 处理无机部分 干干净净 不着痕迹 刚才逃走的男人 快头超标 水坟机实在塞不下 我只好先关起来 想着饿瘦了再处理 谁知竟被他逃到五楼 破坏了今晚的气氛 实在可恶 气 处理好楼上的工作 已经快十一点了 我原以为 屯鼠早就躺到床上 乖乖等我了 谁知他却穿戴整齐 收拾好东西 站在玄关 若不是这扇门出入 都需要密码 他可能已经离开了 你要走啊 他点头 我极力挽留 抱歉 都怪我同事 破坏了气氛 现在已经很晚了 明早再走吧 只是单纯睡一觉 不发生什么也可以的 屯鼠摇头 执意要走 三十万 我突然说 屯鼠微微一震 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 仿佛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这个晚上 我们很有默契地避开了钱 努力把这场交易 装扮成一次浪漫的邂逅 他犹豫了许久 仿佛认输了一般 看口气问 你真的是沈飞吗 当然啊 我可以给你看身份证 这里真的是你家 千真万确 屯鼠转头看向墙壁 那里挂了几幅我的生活写真 为了搭配差季风的装修 照片里的我 你们只是有点像 并不一样 照片和真人 总会有一点点差别的吧 刚才你用可是门铃的时候 我看到了门外那位 你所谓的同事 他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 他才是沈飞吧 这是他的房子 对吗 哎呀 这是气死我了 我拽着他坐到沙发上 你听我解释 我并不需要解释 我们本来就是 那样的关系 就算你说这是借用朋友的房子 照片上的人不是你 我也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你发布在网上的信息 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你 我不喜欢被愚弄 我气嘟嘟的灌了一整杯红酒 说今晚如果解释不清楚 你就别想走了 我最讨厌被冤枉了 那你说 我是沈飞 这是我家 照片上的是我 那个很像我的潘露露 是讨厌的学人精 气 半年前 我们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 做我旁边的工位 就是潘露露 老板暗暗叮嘱 这姑娘大学刚毕业 有点声 你多带带她 声你懂吧 大概有点又鲁莽 又缺心眼的意思 需要根据语经议会 后来一相处 发现她确实有点声 她上班第一天 穿了身紧绷绷的黑西装 和细高跟 走两步就崴一下脚 职场新人嘛 都有用力过猛的时候 能理解 我看她居的难受 好心说 咱们公司对着装没什么要求 舒服得体就行了 她乖巧的说 嗯 谢谢飞姐 以后我跟着你多学习 说学就学 第二天 她就穿了件和我一样的 蓝白色通勤裙 还问我 飞姐 我这样穿行不行 看她一副求表扬的模样 我能说什么 只好说 你觉得合适就行 然而我低估了她的学习能力 不到半个月 我上班常穿的那几套衣服 全都被她复制了去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直接了当地提醒她 露露 你才二十出头 穿衣服 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别总是和我穿的一模一样 潘露露一脸诚挚 飞姐 我不太会穿搭 是真心觉得 你的衣服好看 才学你的 我说 那咱俩总是撞衫 也不太好吧 怎么不好了吗 听说人类会对模仿自己的人 产生好感 我以为你会喜欢 才学你的吗 难道说 公司不允许穿一样的衣服吗 倒也不是 那我就放心了 她爽朗一笑 从那以后 她穿搭学我 化妆学我 发型学我 连手机壳和香水 都和我一模一样 爸 你刚才误会我 其实我能理解 连我们的同事都调侃 让我俩去做个DNA 还说我俩是失散多年的亲姐妹 臀手将信将一道 可她的五官 神态 都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穿衣打扮能学 五官还能学 我无奈到 她学的还不止这些 她连我感冒生病都学 臀鼠 啊 就 我们公司是做新媒体的 有自己的媒体举阵 主要工作就是贴着热点风跑 什么有流量就写什么 趁读者不注意时 插个广告 这工作没什么技术壁垒 无非就是扫榜 抓选题 输出情绪 植入广告 只要降低道德门槛 学会套路 很快就能上手 潘露露很好学 我教什么 她做什么 每每完成一项工作 她都用小狗狗 叼回玩具求食的目光 看着我 非得夸她一句 才肯心满意足的 去做别的事 职场又不是学校 对吧 老板让我带她 我觉得 教会她像走天马走日 就行了 后面的棋怎么下 还得靠个人发挥 谁知她像寄居一辈一样 吸住我不撒嘴了 每天上班 都要先观察我做什么 她也跟着做 我写方案 她就探过身子 看我打字 我到走廊给客户打电话 她就站在门口偷听 我in in不分 随口说了句 惊天阴天 她立刻学舌 阴天要下雨 我感冒了 刚要打喷嚏 她却先吼了一声阿T 害我惊了一下 自己的喷嚏被呛回去 现在都没打出来 学我的优点 尚且可以理解 但学我吐字不清 还抢我的喷嚏 是不是就有点侮辱人了 十 就好比说 你说话接吧 我就学你接吧 你长短脚 我就学你一拳一拐 这是不是羞辱 我越说越气 语速也越来越快 说真的 我这人性格和善 脾气特别好 我从小被父母虐待 又在福利院生活过两年 就算后来有养父母疼爱 但因为被领养时 我都七岁了 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 特别害怕他们退货 从不敢和他们任性撒娇 可以说 柴言观色 是我的生存本能 遇到什么事 我都是能忍责忍 可是潘露露太过分了 真的 豚鼠给我倒了杯水 轻轻拍着我的背 一边帮我顺气 一边说 你应该直接表明 自己的感受和立场 和他划清界限 我叹口气 说我说了 而且是用很凶很凶的语气说的 我模仿当时的语气 凶巴巴的说 潘露露 该教你的 我都教了 以后咱们还是保持点距离吧 臀鼠忍均不禁道 你这也叫凶 我最凶也只能到这种程度了 他脸色缓和下来 眼中又有了出于那一刻的温柔 你无依无靠的 应该更凶一点 最好带点杀气 别人才不敢惹 什么杀气 我完全想象不出来 像这样 说着 他的笑容骤然凝固 浅浅的双眼皮微微挑起 眼中的温柔 慢慢变成一股 令人毛骨悚然的冷意 我突然害怕起来 荒娇野外 孤男寡女 万一他 真是什么杀人魔之类的 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他扑哧一笑 只是一瞬 就又恢复了 让人心安的模样 后来呢 那个潘露露 有没有收敛 当时他干尽十足地点点头 说他会好好学习 保持距离感的 十一 自那以后 他真就严格的 和我保持50厘米的物理距离 但是他对我的模仿 并没有停止 甚至就连保持 社交距离这件事本身 也在模仿我 因为我曾开玩笑说过 50厘米 是熟人之间的最佳距离 唉 想不到他这么难缠 那阵子 为了避开他 我上班都戴两身衣服 一到公司 看他穿得和我一样 立马去洗手间换一身 谁知 我换他也换 步步紧跟 我都怀疑他 是不是把衣柜搬公司了 不仅如此 他连五官都越来越像我了 我怀疑他做了整形 为了摆脱他 我一气之下也做了微整形 开眼角 内袭眼袋 线雕什么的 做了微整形之后 我才发现 潘露露真正令人匪所思的地方 就算是微整形 也有恢复期 可是潘露露天天来上班 每天都更像我一点点 却从来没有出现过恢复期状态 真正让我感到可怕的 是一件发生在半个月前的事 那天上午 我穿了新定制的浅绿色中式裙 这件裙子 是我之前去参观飞翼徒步时 顺便定做的 当时图便宜 我选了一块有瑕疵的布料 款式也是在样衣的基础上 加了点自己的设计 可以说 这条裙子是独一无二的 我想 潘露露肯定学不来了吧 谁知道 下午选题会时 她竟穿了件一模一样的 连布料的瑕疵都丝毫不差 这购买能力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了 那天选题会上 老板看看我 又看看她 调侃道 这种嫩嫩的颜色 还是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更能撑得住 潘露露听了 一脸开心 还厚着脸皮问我 飞姐 这是不是叫青出于蓝呀 你是蓝 我是青 我笑眯眯的点头称是 心里却骂了一万个脏子 十二 臀鼠皱起眉 你去参观飞翼徒步的时候 她甚至跟踪你了 那种飞翼徒步 都是手工之的 就算她跟踪我 前后脚和我做了一样的 瑕疵也不可能一模一样 这就怪了 还有更怪的 十三 那天选题会见些 我去洗手间 她也跟了进来 镜子里 她用毫不掩饰的目光 测量着我 还不时扭动的身子 比划一下 像一条正在丈量食物的蛇 我被看得很不舒服 直接了当地问她 潘露露 你是不是跟踪我 飞姐 你太有想象力了吧 她轻轻拽起裙摆 满意地望着镜子里的自己 镜子里的她 与我衣服一样 发型一样 眉眼间的神态 也一模一样 只是比我更年轻 更漂亮 她问 飞姐 你听说过变色龙效应吗 这我当然知道 人类为了融入周围的社交环境 会像变色龙一样 无意识地彼此模仿 尤其是小孩子 还有夫妻 很多老夫老妻都有夫妻相 潘露露这么问 无非就是想说 她是无意识模仿我的 当时我没搭理她 她自顾说道 你看 你越来越像我了呢 难道她的意思是 我在无意识模仿她 我当即翻出手机相册 打开几个月前的自拍 脚底渐渐涌起一股寒意 我确实 和以前的我不一样了 这段时间 为了对抗她的模仿 我也在不断改变 自己的穿搭 装造 一态 甚至还做了微整形 她变得越来越像我 而我 却变得越来越不像原先的我 当时 我真有点怕了 就问她 潘露露 你到底想要什么 她却说 你呀 菲姐 我真的好喜欢你 十四 豚鼠挠挠下巴 眼神复杂 她该不会是真的喜欢你吧 那种喜欢 哪种 我记得你当初 发在知乎的想法里 说你是过男人 也是过女人 我那不是病急乱投医吗 我是妥妥的异性恋 否则也就不会限定 男性才能应征了 臀鼠眼中 带着几分完美 那你有没有试过潘露露 她不是就住你楼下吗 她说这句话时 那试探式的眼神 激怒了我 我生气的说 怎么可能 我只是想拥有完整的人生体验 迫于无奈 才上网征集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 随便什么都可以的人了 潘露露住我楼下 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 十五 我之前说过 我们公司是做新媒体的 拨大众眼球拉动情绪 我们公司账号的后台 每天都有各种三观尽失的爆料 什么陌生男子 对着楼道里的鞋柜 做出怪异行为了 还有母亲为了资助贫困男大学生 逼亲生女儿高中辍学去打工赚钱 等等等等 全是魔幻现实 这份工作 让我跃进人间奇葩 大概是因为自己童年过得比较凄苦吧 我尤其不能忍的 是灵虑小孩的人类渣子 还有那些把孩子当做敛财工具的父母 像他们这样的人 本就不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污染空气 你想想 你吸入的空气里 有可能有亿万分之一是这些人渣呼出来的 多恶心啊 所以 我的选题 大多是灵虑儿童的新闻 潘露露是我带出来的 与我撞梗撞选题几乎成为常态 上周的选题会上 毫无悬念 潘露露又抢我的选题 狂暴反转 五岁奶辣宝贝月入三万 潘露露打开PPT 调出一段视频 露天烧烤 烟熏火燎 几个壮年男子 推杯换盏 喝得热火朝天 有三个热的撩起背心 还有两个干脆赤膊上阵 这时 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 穿着吊带公主裙 怯生生的出现在镜头里 她走到一个 穿着白色跨栏背心的大汉身边 点起脚尖 用纸巾给她擦了擦汗 白背心大汉一愣 见孩子可爱 就拿了串烤肉给她 女孩不要 轻声说 叔叔 我跟你说句悄悄话 白背心笑呵呵的凑脸过去 女孩轻轻在她脸颊亲了一下 同桌的男人们都大笑起来 白背心有些尴尬 扭头四顾 谁家孩子啊这是 这时 女孩从随身的小包里 拿出一包餐巾纸 叔叔 买纸巾吗 白背心不好意思道 买买买 多少钱 女孩 58元 白背心看了看她手里的一小包 砸排餐巾纸 摇头道 这连五毛都不值吧 同桌的赤膊男人 带着几分醉意嚷嚷道 你看看你 真抠门 来来来 到叔叔这里来 叔叔买 女孩乖巧地走过去 任那赤膊男人抱到腿上 按进她汗津津的怀里 她很响亮地亲了她一口 真可爱 叔叔买两包 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 会议室里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 许久 老板骂了句 妈的 潘露露又点开第二页 小标题是 奶辣宝贝的穿衣自由 刚才视频里的女孩 穿着熟女款式的童装 模仿大人的表情和姿势 风情万种 还有第三页 是奶辣宝贝的妈妈 在某社交平台的账号 她得意洋洋的售卖 女儿月入三万的财富秘籍 评论区还真有傻子买 买完后破口大骂 恶心死了 啃小卒 她女儿打三份工 养着她和她老公这对蛀虫 第一份工 童装模特 只要给钱拍什么都行 没有底线 第二份工 给有钱人家的小孩当赔完 一小时五十块 这些小孩一般都有精神 或社交问题 所以就算家境优渥 也没人跟他们做朋友 为了培养社交能力 就付钱找乖小孩赔完 被打被骂被咬 都是常有的 第三份工 烧烤摊卖纸巾 与其说是卖纸巾 不如说是 女孩的妈妈竟然置顶了这条骂评 而骂评之下 全是类似评论 你懂什么 父母之爱子 则为之气深远 小孩能赚钱的年纪 也就这几年 就是 总比受穷的好 我宰宰很可爱 铜锣球带 怎么找赔完啊 我娃性格特别好 是很乖很暖的小天使 一小时三十也行 烧烤摊这个亲测可行 我家妞妞卖花 一朵九十九元 一晚上卖了五朵 成本也就五块钱 可惜啊 这生意只能夏天做 老板一拍桌子 兴奋到 露露 选题做得不错 露露抿着嘴 笑着看了看我 是非姐教得好 老板 沈飞 你这周的选题呢 我只好拿出 还未准备完全的备案 暴躁父亲殴打六岁女儿 不构成虐待 只因为打满三十天 显然 我的选题 不如奶辣宝贝更有冲击力 就如潘露露总结中所说 奶辣宝贝能刺痛 最有表达欲的那部分女性群体 也能满足某些 猥琐人类的猎奇心 再加点种男轻女 上啃老下 啃小之类的标签 然后 让公司的携手分角色 扮演正方反方中立方 网友的情绪 很容易就拉起来了 老板 pass掉落我的选题 说 沈飞 你配合露露一起做奶辣宝贝 会后 潘露露心高采烈的挽住我的手臂 说 飞姐 下班咱们一起回家吧 顺便讨论一下工作 我纳闷 一起 对呀 我搬到你家楼下了 十六 如你所见 她上班缠着我 下班缠着我 只要想到什么 才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 她 现在连我的备用选题都想抢呢 刚才 她找我 就是为了炫耀她搜集到的新素材 我气气的鼓起嘴 臀鼠捏捏我脸上的气包 装作不经意的问 哦 什么素材 无非是奶辣宝贝的舆论热度起来了一点点 有热心人士投诉到相关部门 但工作人员说 小朋友这种行为监管不了 只能呼吁大家不要买 做多了这方面的新闻你就会明白 有父母的小孩 反而帮不了 真还不如没有 臀鼠见我面色不佳 同仇敌开道 我看你这女同事 确实有点变态 她对你的模仿 已经超越常理 甚至超越我对常识的认知了 她不动声色的转移了话题 我也顺着她的话接下去 是吧是吧 我都怀疑她不是人 在严选看过的一个故事 勇人会你太爱什么的 我笑道 严选那些都是瞎编的 不过知友里确实有不少高人 干脆我发个问题问问 我当即就在知乎发起一个提问 问完又自问自答 把潘露露模仿我的事详细说了一遍 评论区很快活跃起来 小兔子乖乖蹲 裴姑姑快点重生 再睁眼你将回到将半成品 发到知乎前的五分钟 这一次你不发一半了 因为上一辈子你只发个开头被网友对 被网爆 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腐烂而亡 女儿叫小喵 哟 不求我改写故事了 就算你改了名字 删掉了那条想法 我也认得你哦 我急忙统一评论 是真的 大家给我出出主意 半个小时之后 终于等来正经评论 皮卡喵 快跑 你的同事是个学人精 一旦他完全掌握你各方面的行为习惯 就会杀掉你 然后取代你 他有没有送过你什么东西 你赶紧检查一下家里 有没有多了什么东西 注意 不是少了 是多了 这很张小小 你试着做一些他尝试一下 也马上模仿不来的事情 试试看 屯鼠刷到这很张小小的评论 突然灵光一闪 我想 有一件事 潘露露肯定模仿不了 什么 你情动时 所散发出的气味 啊 只要他遇到了无论如何 也模仿不来的事 就会放弃对模仿你的执着了吧 我拼命摇头 这是我最为自卑的事情 何况 这是极为隐私 被他知道了 没准还要亲自闻一闻 才能模仿 总不能叫他来观战吧 怕什么 你只需要把入户门密码告诉他 他捧住我的脸 拇指慢慢揉压着我的嘴唇 继续说道 然后 你再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别担心 我们只让他闻到味道 却不给他看 真 真的要这么做吗 我拿起手机 屏幕还停留在知乎界面 那个叫FUNANI的网友 给我连发了数条私信 FUNANI 怎么样 检查了吗 我 FUNANI 把他送你的东西 还有你家里莫名其妙多出来的东西 都烧一下 看看他们是否有自愈能力 FUNANI 我怀疑你遇到完全变态太虫了 FUNANI 完全变态太虫 拥有很强的理态能力 他们体型还不到一微米 但拥有强大的群体意识 并且拥有集体智慧 智商接近人类 FUNANI 你同事的衣服 包包 发型 都是成千上万只蛊虫 密密麻麻拼织在一起 你态而成的 所以 他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复制出和你一模一样的定制款衣服 甚至连五官和样貌 也能通过拟它改变 数条丝信一起涌进来 我只匆匆扫了一眼 因为此时豚鼠的手 已经伸进我的睡袍 怎么样 发了吗 他上钩了吗 嗯 发了 我说今晚不希望被打扰 如果有十万火急的工作 可以自己用密码进来 我用语音关了智能灯 房间里完全按了下来 豚鼠抱着我 轻轻躺到屏风后的沙发上 他技术娴熟 想必是擒场老手吧 已经凌晨一点多了 窗外 不知何时下起了雨 忘记了异尾 忘记了童年的苦难 忘记了潘露露 忘记了一切 黑暗之中 入户门的方向 似乎传来什么声音 来 来了 我的声音很轻 如同一语 好 他说 雨声更急 我是说 他来了 呼的一声响雷 淹没了我的声音 也淹没了他的 大雨青盆质 泼在落地窗玻璃上 如瀑布般清晰而下 汗水浸湿的沙发 然后是地毯 我只觉得 全身的毛孔完全打开 黑暗中 一个黑影站在屏风旁 是潘露露 他无声地望着我们 身体微微摇晃 呼的 他整个人 像被大浪砸扁的沙雕一样 崩塌散落 化作一滩细沙 很细很细 细到像是液态的 就如同流动的油脂 闪电划过 红色的油脂 快速地 有条不紊地 钻进我的每一个毛孔 每一粒细沙都训练有素 谁在头 谁在脚 谁在鼻尖 谁在眼睛 是早早就安排好的 雨停了 我伸展了一下四肢 平躺在地毯上 望着落地窗外的夜空 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槐树 被雷电劈断了半截树杆 残留的枝叶 在风中瑟瑟摇曳 潘露露已经完全入住了我的身体 而豚鼠 则是在癫狂之中 成了它们的第一份食物 还记得吗 五岁那年 我与黑暗中的怪物签下契约 应允它 把身体献给它的后代 潘露露就是它的后代们 是的 慢 我浑身发软 懒懒地躺了一会儿 突然想起 知乎还有一堆私信未读 打开一看 全是FUNANI发来的 FUNANI 瞧我 太着急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 完全变态人类是什么对吧 FUNANI 完全变态人类 是一种神秘的类人生物 它们像完全变态昆虫一样 有卵 幼年 永和成年四个生命阶段 FUNANI 完全变态胎虫 是完全变态人类的胎卵 是的 它们看起来像虫子 还会移动 但其实是一种 拥有集体意识 会移动的卵 它们需要以人类躯体为潮 通过一种 很特殊的方式 进食 FUNANI 等胎卵发育成熟 破卵而出的时候 作为胎潮的人类 也会死去 FUNANI 我目前还不知道 胎虫选择潮穴的标准 但从你的描述看 你同事的模仿能力 已经超乎常理了 FUNANI 事实上 不是它在模仿 而是它们在你胎 在测量 在调整自身的大小和数量 以完全匹配你的躯体 FUNANI 你还在线吗 FUNANI 胎虫入住 不但需要身体上 与你完成匹配 在精神意志上 也需要你心甘情愿 接纳它们才可以 只要你一直坚定 下定决心与它们对抗 就有胜算的 FUNANI 你怎么不说话 FUNANI 你在哪 看来这个 FUNANI还挺懂的 它所说的完全变态人类 就是当年拯救我的怪物 它们拥有很强的血肉科技 尤其是处于化涌之前的状态时 它们的血肉 能让人类的残肢断壁 重新生长 修复我的耳朵 当然轻而易举 而我被修复的内耳 已经被植入了它们的基因 成为胎潮的标记 潘露露 确实是成千上万个 它们共同拟胎而成 它模仿我是为了 让自己完全匹配巢穴 在我情动到巅峰时 就是它们进驻和进食的时候 我情动时所散发出的 让人类本能去抗拒 和排斥的可怕臭味 其实是人类基因出于本能 对自身的保护 目的就是阻断我的情欲 既是保护我 也是保护与我互动的那个人 人类基因为了保全自己 竟然能做到这种程度 果然啊 生物最终极的目标 就是生存下去 可惜身为人类的我 背叛了自己的基因 背叛了求生的本能 背叛了自己的种族 早在五岁那年 我就不属于我了 我之所以能有尊严地活到现在 就是为了等待潘露露的到来 我热切的 欢迎他们 17 FUNANI在提到 它们的进食方式时 说的含糊其词 屯鼠其实是我被用选题里的主角 暴躁父亲殴打六岁女儿 不构成虐待 只因为打满三十天中的暴躁父亲 说起来 他也算个情种 他的白月光和别人结了婚 生了孩子 五年后偶然一次同学聚会 屯鼠与他再次相遇 展开猛烈追求 彼时 白月光的婚姻也并不幸福 他丈夫脾气暴躁 经常家暴 在屯鼠的鼓励和支持下 白月光离了婚 带着孩子嫁给了屯鼠 而白月光的前夫 一怒之下杀了他 毁尸灭迹 据说很惨 只剩一截小拇指 从此 白月光的女儿 就一直跟着屯鼠一起生活 这孩子长得不像妈妈 却极像爸爸 一看到他的脸 屯鼠就忍不住生出汹涌的恨意来 就是他的爸爸 杀死了自己最心爱的人 所以 他看他左右都不顺眼 打打妈妈更是常态 外人看来温润如玉的男人 面对无辜质子 却有着难以想象的歹毒 他和六楼水牢里的男人 都是一路货色 水牢里的那位高胖男人 就是奶辣宝贝的爸爸 而他老婆 早被水坟了 说起来 为了把他们两口子搞到我家 我还真费了不少功夫 相对来说 诱骗豚鼠就简单许多 豚鼠玩知乎 他的知乎有很多回答 其中几个回答里 他含含糊糊的提到 他加入了一个什么组织 这个组织 可以让他的爱人重生 但需要很多很多钱 那么 又他上钩就简单了 我注册了知乎小号 关注了所有他关注的人 我频繁的与他关注的人 热情互动 混了脸书之后 再以小粉丝 崇拜者的语气 给他们发私信 求互关 十个人里 大约有四五个选择回关 豚鼠关注的人 关注了我 那我就有很大概率被他看到 之后 我便开始发布求偶信息 信息真假参半 内容又十分炸裂 与我互关的人里 有好几个点赞评论的 还有关心 我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人生挫折 一旦他们赞我 与我互动 就会出现在豚鼠的时间线上 他自认为长相不错 又很需要钱 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态 给我发了条私信 鱼儿一旦咬钩 我是绝不会撒手的 哦 对了 他不是瞎鼻子 为了这次约会 他高价买了 可以短暂破坏嗅觉的化学喷剂 为了他死去的白月光 他可真够拼的 十八 支拉 房间里 传来拉链拉开的声音 我躺在地毯上 有些虚拖的侧过身 看向玄关 豚鼠放在玄关的枕包 慢慢拉开了 一只手臂 从包里钻出来 只有一只手臂 像是玉镯的一般 他动作灵活 一下一下地跳到门口 哒哒几下按开了密码 我完全惊呆了 甚至怀疑自己 因为太过满足 而产生了幻觉 我想起身去一探究竟 但身体实在太累了 软软的 使不上劲 那只手臂 竟然打开了大门 可他刚打开门 就又被人踢回了房间 两个陌生男人冲进来 一胖一瘦 我暗叫不妙 努力想要站起来 身体却不听使欢 胖男人高兴的说 还是豚鼠厉害啊 竟然又捕到 这么饱满的胎潮 瘦男人说 也不知道他从哪挖到的线索 胖男人半是嘲讽 半是羡慕 说到人家豚鼠可是文化人 没事就刷知乎 这不刷到这么的大宝贝 说情动时会有臭味什么的 之前有传闻说 胎潮那什么时会发臭 看来是真的了 瘦男人嘖嘖了两声 想要给他灌入金粉永叶 也不容易吧 胖男人眼中露出几分猥亵 豚鼠为了他那一姐老婆 可全豁出去了 听说是在那东西上 涂了金粉永叶 啊 我的天 哈哈 难怪 永叶是完全变态 人类化用时 体内产生的液体 这种液体里 还有一种叫变态酶的 特殊化学物质 与金元素融合后 能短暂压制 完全变态人类的力量 想不到豚鼠竟然 把金粉与永叶融合 涂抹在兵器上 用于今晚的作战 太卑鄙了 哎 说了半天 豚鼠呢 怎么只见他那个5%的老婆 不见他的人啊 就是啊 你 过来 瘦男人冲那截手臂招手 手臂上戴着青子的瘀痕 蹦蹦跳跳的跃进他的怀里 豚鼠呢 手臂伸出食指 指了指我 被胎朝通了 手臂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个八 表示时心对勾 瘦男人当即拿出手机 像是在给什么人汇报 变态者猎杀协会 代号豚鼠已经牺牲 他挂了电话 看了一眼手臂 买惜道 豚鼠太惨了 眼看你都从一小截拇指 长成手臂这么大了 他却 手臂的手掌搭了下来 看起来十分沮丧 瘦男人踢了踢我 继续说道 不过 等这一窝胎虫孵化出来 养大些 你就能吃顿饱的了 很快就能长出完整的身体了 手臂用手指比了个OK 胖男人道 这玩意儿可贵了 你舍得给他吃 瘦男人黑黑一笑 那就要看他会不会做人了 手臂甩了甩手指 跳到瘦男人的肩头 指了指一旁的沙发 就喝两声 又踢了踢我的肚子 说 臀鼠啊臀鼠 兄弟我可真为你不值 趁着受男人忙碌 胖男人发呆之际 梳妆台上的抽屉 无声地打开了 一根蕾丝发绳 一枚发卡 和一枚胸针 组成三人小队 跳到地面 虽然我不知道 FUNANI是什么身份 但他对胎虫的了解 还挺对的 潘露露确实送过我东西 一根蕾丝发绳 我生日时送的 很精致 还点缀着珍珠和碎钻 因为当时很不喜欢它 我就一直没带 连同包装盒一起 随手塞进 梳妆台下的抽屉里 可是前几天 我打开盒子 却发现 里面多了一枚发卡 和一枚胸针 我问潘露露是怎么回事 她说发卡和胸针 是发绳分裂出来的 鬼才信 不过 后来我偷偷烧了烧发绳 蕾丝花边 在火焰下迅速收缩 被炙烧成黑色的 细细的虚状物 火一停 那些被烧黑的唏嘘 竟又恢复成红色 他们微微颤动着 相互勾知 很快就又恢复了 原来的样子 就是在那一天 我终于意识到 潘露露不是人类 她与父有我心生的怪物 同根同源 我该履行契约了 此刻 发绳发卡和胸针 相互扭搭在一起 他们拟开成一把钥匙 蹦蹦跳跳上了六楼 打开了水牢的门 奶辣处父已经苏醒 她不顾一切地冲下楼 她以为胖男人是我同伙 哇呀呀 大叫着 抄起花瓶就砸过去 胖男人伸手敏捷 反身将他按在地上 拔刀就是一顿乱捅 奶辣处父夺过刀 甩在一旁 两个胖子吼叫着 扭打成一团 另一边 瘦男人突然发出 撕心裂肺的惨叫 只见那只手臂 从他裤子里跳出来 手里钻了一团 血肉模糊的东西 瘦男人痛得晕死过去 那手臂趁机跳到他的肩头 狠狠扼住他的咽喉 掐死瘦男人后 手臂捡起地上的刀 高高跃起 胡乱冲那两个胖男人扎去 直到他们 全部没了声息 手臂似乎是累了 躺在血泊里 全身不停地发抖 他原本只是 囤属白月光的一节手指 被完全变态人类的血肉滋养 慢慢长成了手臂 我不知道他算什么 人类 还是完全变态人类 或者怪物 他躺了一会儿 慢慢蠕动着身体 爬向我 糟了 他该不会是想吃我吧 毕竟我体内的胎卵 也算是完全变态人类 可他没有嘴 怎么吃呢 他挪动到我身边 占了点地上的血 写道 小谷 说实话 我不认识这个字 见我疑惑 他又写道 我女儿 小谷 带我找小谷 这时 楼下 传来汽车的声音 引有人声嘈杂 我说 先帮我离开这 说时 迟那时快 发承小队变成一根细细的 有韧性的线 缠在手臂的手腕上 手臂吃力地拖着我 爬向门口 楼下 一辆面包车上 冲下来几个全副武装的人 我躲在暗处 不敢出声 刺眼的车灯下 隐约可看到车身上 印着有害生物防治公司的字样 囤属所在的变态者猎杀协会 我大概能猜到 估计就是猎杀完全变态 人类用以赚钱的秘密组织 有害生物防治公司又是什么鬼 从车上下来的人 看起来倒是装备精良 一身正气的模样 其中一人问道 范安逸 是四楼吗 那叫范安逸的人大声应当 四五六三层都是 话音未落 一行人冲进单元门 十九 最近这段时间 可把我们公司老板忙坏了 警方破获了一起特大连环杀人案 凶手就是他的员工 沈飞 由于凶手作案手法十分残忍 很多案件细节并未披露 大众只知道他的猎杀对象 都是一些狼心狗肺的父母 这么好的选题 我老板怎么可能放过 变态杀手沈飞 竟然是我同事 这些杀意满满的文案 皆出自变态沈飞之手 猎物一身藏在文章之中 深挖变态杀手沈飞的射出日常 独家爆料 沈飞家里被捅死的男人 正是奶辣宝贝的父亲 其母或已被毁尸灭迹 存疑 沈飞失踪后 另一女同事也下落不明 沈飞家智能门铃视频曝光 两个男人竟然与一只女人的手臂 不可思议 沈飞不是人的证据已找到 一开始 我老板和同事们写的东西 都还不算离谱 无非是取个乍眼的标题 怎么有流量怎么来 但后来 渐渐有不同的声音出来 沈飞的正义 只是她自己的正义 沈飞自诩正义 其实只是满足自己的变态嗜好 别忙着为沈飞叫好 她不是以恶之恶 她是以恶造恶 她的行为 只会自生出更多的恶 奶辣宝贝成为孤儿 境遇只会更加凄惨 这些言论激起了我老板的胜负欲 她竟亲自下场 比战群儒 给我封了个非命天使的称号 甚至她还自称我的代理人 警告那些毒父母 别打孩子的主意 否则必会死于非命 结果 她骂上头了 牵扯到某部分真相 最后狼狈收场 公司好几个百万级大号都被封禁了 其实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老板那人还挂好的 可惜我再也不能回去上班了 因为胎虫的关系 我也拥有了一部分拟太能力 他们可以帮我伪装相貌 性别 他们还可以拟太成任何东西 现在的我 除了他们 身无遗物 我的衣服 鞋子 手饰 包包 甚至包括手机 身份证 都是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孵化 也不知道自己会以怎样的惨状死去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杀戮 对我来说 变得更为简单 在我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之前 奶辣宝贝们的父母们 将夜不能寐 非命天使 就是他们的噩梦 二十 尾声 福利院里 小谷站在教室的角落里 低着头 看着脚尖 一旁的老师轻声说 小谷不舒服吗 今天来看大家的 小谷开心一点好不好 小谷只是在老师靠近的时候 条件反射般躲了躲 之后就再无反应 我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小枕头 走到他身边 小谷 这是我送你的礼物 小谷一正 猛然抬起头 扑进我怀里 大叫着 妈妈 妈妈 老师眼里含着泪 说 看着孩子 太想妈妈了 您别介意 我摇摇头 轻轻抱住他 不怪小谷认错人 现在的我 就是他妈妈的样子 他妈妈的声音 我附在小谷耳边 说 我只能还给你5%的妈妈 可以吗 小谷看了看我手里的小枕头 猛地抱住 用力点点头 据说 人的手臂 只能占人体的5% 那只小枕头里 就是妈妈的手臂 对于小小的孩子来说 就算只是5%的爱 也已经很幸福了吧 全文完 对于小谷耳边 感谢观看